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事件 海峡两岸几乎都冒入了黑青油的危机 台湾是这两天我们再一次陷入 当然不是我们的第一次 不过这次似乎是尤其恶心 因为我们原本以为是清纯的猪油 哪知道竟然是搜水 甚至更恶劣的东西所提炼出来的 到目前整个的案情还在扩大当中 受害厂商超过200家 而且很多是非常大的品牌 这里面真是一时的疏忽 还是有所谓的睁一眼闭一眼 罔顾他们的责任 一定要查个清楚 对于消费者来说 那才是真正的保障 当然所谓的黑青油 或是大陆的字眼地沟油 都是非常恶劣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利用厨余 或者是厨房的油污的油垢 或者剩余的油渣 所拿去再提炼 当然对于工业用途 他们是可以使用 但是能再来给人类食用 那里面残寒的危机 那可就大了 当然这些地沟油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过去 我们听的是非常严重 甚至有最难堪的估计 说中国大陆食用油市场中 十分之一都是所谓的地沟油 当然大陆为了食品卫生 也为了国民健康 更为了重建形象 这两年打击地沟油 是不遗余力 最主要的集中地点 就是在上海 上海从两年前 开始以很锁定源头的方式 要求主要的餐厅 或者业者的厨余 要经过加强处理 甚至利用发明特殊的器材 来管制他们 而2012年 中国大陆的人民制造法院 甚至通过可以给这种黑心油业者 带头的处以死刑的急刑来对付 严刑聚法再加上科技管理 再加上全面追砌 这个做法这两年来真是雷厉风行 在上海的成果如何 在其他大城市 如今地沟油绝积了吗 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来整理一下 看看在海峡对岸 这个石油危机以及所谓的黑心油的风暴 究竟如今是消除了 还是更加的猖狂呢 而对我们来说 台湾的民众又从这里面 可以见识到或学习到什么呢 马路上大喇喇打开下水道圆孔盖 一勺又一勺 一桶接一桶 不肖商人打捞恶心的地沟油 嚣张到即使光天化日 也不怕你看 劣直的油品夹着刺鼻臭味 大陆每年有300万吨地沟油 重回餐桌上 外食足停了就怕 更让大陆摆脱不了黑心恶民 但地沟油就像打不死的蟑螂 上海市为了组绝地沟油歪风 祭出一个新方法 根据员工走进餐厅厨房 他们把厨余倒进了一个特殊的容器里 这个机器的话 它是每15分钟 它自己会运转一次 运转的同时 它会排出油和水 它会自动分开 为了从废汽油的源头管理 上海有多家餐厅装了这台油水分离机 分离率据说高达97% 废油最后会流入白色桶子 就怕有人倒油 所以这桶子一点也不普通 把这个油桶一取出来 这个机器会自动工作 换个普通的桶在接上行不行 那接不上去 我们是专用接口的 接口大小1比1模仿不来 它还有个功能 油只能进 不能出 要取油就得打开这个安全锁 这专用钥匙的话呢 它是饭店里面没有 收油企业没有 只有到了政府特许经营的 油脂处置单位 才有这把钥匙 并且是专人负责专人管理 不过是个废弃食用油 竟然需要如此大费周章防盗 而且就怕有心人 不乖乖把厨余倒进分离机里 上海市还有防壁这一招 电脑里清楚地记录着 每间餐厅每次的产油量和收油量 当中钥匙数据握差太大 想当然而就是有人做了手脚 收了这个油怎么来控制它 不流到餐厨上 要不然我们这个摆坐 做完以后更有利于它的收油 这里边还有奥利 底线全部垫的是钻 否则的话吧 可能有正德的地沟油 地沟油猖獗全大陆皆燃 商人甘冒风险 说穿了就是暴力 太诱惑人 大陆媒体曾评估 地沟油从收购 经过粗链 盗卖 再生加工 最后批发出去 一顿至少赚2000人民币 一年捞上千万不是问题 上海市扫荡地沟油第一步 就是紧迫钉人 对收购由业者严加看管 人员收油时 必须先电子扫描确认身份 在扫描桶子上的身份证 担心运送过程中 废气油被吊包 车子行驶路线 全程被监控着 现在可以看到两个图标 一个图标代表对扫描鱼的定位 一个代表对运输车的定位 可以看到这两个图标是重合在一起的 说明人 车 油桶是在一起的 但是想把地沟油赶出上海 谈何容易 除了科学仪器控管 大陆司法单位还寄出严刑俊法 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危险 应依法予以严惩 基于这类行为 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 非法经营行为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不再适用法定型较轻的 滥用职权罪 或者玩乎职守罪处理 但话才刚说出口 上海就传出一家知名餐厅 罚千万 黑刑业者显然没在怕 有客人可能卫生习惯不好 往里面还都丢烟蒂之类的东西 他也过滤掉以后照样用 每天收集好到一定量以后 重新再加配料来调煮 公安口中的二职餐厅 就是这家二十多年的老餐厅 古色古香的餐馆 招牌主菜是烤鱼 向来强调好味道就是大幸福 但实际上他们料理的味道 恐怕会令你作恶 这个应该是的 烤鱼的辣的那个味道 走进厨房一看 眼前这一桶脏到不能再脏 而且上面扶着不明物体 正是黑心地沟油 业者竟然就这样淋漠张胆 直接在厨房里进行过滤 准备随时回收再利用 熬的话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大概可能差不多一年吧 就是说有没发现过 两三天就能搜集到 二十斤左右的废油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这让主厨们心存侥幸 后来遭到检举才惊觉 东窗事发 三人受餐厅行政总厨牛村 另案处理的指使 使用从餐厨垃圾中提炼的 废弃食用油脂作为原料 参入其他食材制作特殊配方酱料 用于烧制烤鱼等菜股 被抓时一度变称用的是特制老油 最后才坦承 确实是从厨余中提炼出的地沟油 主厨三人全被判刑抑制两年 业者遭罚上千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五千万的巨额罚款 但是砍头的生意有人做 三到四倍巨额暴力的诱惑下 上海的地沟油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就是所谓的地沟油 从肮脏地沟里捞起来以后呢 会放入桶中由专人来进行回收 但就有黑心验者 把这样子的地沟油回收之后 居然会制成了抗生素 卖入市面 在北京东森记者直击 地沟油仍然私下买卖 或者说的直接一点 地沟油根本从来没有 从餐桌上消失 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关心这个话题 习近平问地沟油哪儿去了 负责人回答 北京各区都建了 废弃油脂处理厂 总是就又问 没有去搞麻辣烫吧 地沟油泛滥程度 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随受大陆检方 祭出言行骏法 警告任何涉及地沟油的犯罪行为 最众可求除死刑 遗憾的是 大陆开始严查地沟油至今 已经四年过去了 地沟油疑似又再卷土重来 在广州 公安局还特别警告外食族 在外每吃十顿饭 就有一顿可能遇上地沟油 因此要民众路边烧烤 水煮系列 最好别碰 但这些都治标不治本 想喝止这社会公害 单靠宣导制度规范 根本行不通 要等到真有灭绝的一天 我新的地沟油早已进了 你我的肚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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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